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录股票视频 昨天录的是第一期 今天心血来潮 咱们再录一期 是这样 今天这个视频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平时使用的股票交易软件 这个软件是日本的SBI证券的这么一个PC版的软件 它还有手机版 我平时交易用手机版 看图用PC版 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用PC版的交易软件 给大家讲一下我今后要操作的这几只股票 欢迎您的收听 然后同时我想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的账户 我准备了一些资金 到最后 到这期节目的最后 为大家看一下我准备投入多少资金 然后咱们这一年就利用这个资金玩转这个市场 好不好 那咱们现在先看股票 我经过筛选 筛选出来这么 我看这多少只这是 七只 七只股票 咱们一只一只看 大家看一下我的选股思路 咱们先从 咱们从左向右吧 4401 这个叫Adeca 这个首先说这是日本的股票 不是咱们上证A股 也不是港股 是日股 我为什么选这个股票 我看这个有一个它的基本面 化学 我看它是写没写 这个地方它没写 它是干什么的一只股票呢 石墨烯 石墨烯啊 石墨烯咱们现在上证 咱们国内股市的话 石墨烯板块应该也是说炒得很热 大家都在做石墨烯 尤其是2017年开始 有这么几个概念 新能源汽车 然后是新能源电池等等概念 其中有一个概念就是石墨烯 石墨烯有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理解的石墨烯啊 它可以做电缆 可以生产这个新型的电池 非常适合于这个新能源汽车 比如说这个电池 咱们现在充30分钟电 然后呢 如果是石墨烯电池的话 可以跑 据说可以跑两周 据说啊 我觉得这如果是真的的话 石墨烯板块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起码在2020年之前 应该是很有发展 换句话说 它不会大跌 这个呢 符合我的选股标准 所以呢 我选择这个石墨烯板块 日本的股票中石墨烯板块不是很多 或者说不是很突出 我经过筛选吧 我选这个4401RD卡 还算可以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基本面啊 我上一期呢 讲了一下我大概选股的基本面 或者说基本思路 咱们大家请看一下 咱们先看它的PB 我看PB在哪呢 就这个地方吧 这是它每股的资产 净资产 是1595日元 大家可能通过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日本股票都是日元嘛 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咱就这么说吧 简单的说 1595日元呢 咱们不管多少钱吧 除以100 相当于咱们国内A股的股票多少钱呢 15块9 这么列就可以了 就说今后我在不管看哪只股票 哪个价格 您就除100 差不多就和上证的那个股票的价值 那个价格 那个价位差不多 这样呢 可能也便于您好理解啊 好 咱们输归正传啊 大家请看 这个股票的每股的净资产 1595 现在的股价呢 1616 换句话说 它的BP不是很高 1.0几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如果倒闭的话 我几乎不怎么亏钱 然后这个公司一倒闭 然后这个财产一分 最后我可能能分到 我可能分不到1595 我估计能分到1500 1450 我估计分得到 所以能说买这样的股票呢 相对安全 然后咱们大家再看 它有一个分红 我看啊 17年3月份的分红 一股呢 分35 分35日元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股票下跌的话 那没关系 我就吃分红吧 35日元和咱们人民币就算是一股分三毛五 100股呢 是35 还算可以 它的年收益率再来看 如果说咱们存银行的话 利息可能是3% 如果是炒股票的话呢 年利相当于是说2.29% 还算可以 如果咱们这个股票被套的话 咱们起码还能拿分红 所以说这个股票呢 是我自选股 自选池里的其中的一只 石墨西板块 然后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第二只 8591 Olix 这是什么股票啊 这是租赁行业 这个 因为日本有好多的这个车呀 房啊 什么的 租赁 这是走的租赁行业 他的 大家请看 这个国内我不知道 国内可能相应是F10的功能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四季报 这个会说 这个四季报是一个公司嘛 他会对每只股票每三个月一个季度进行一个评定 比如说 这个四季报的评定是去年12月16号 他对这个Olix评定是最高收益 你就说明啊 这个股票看起来还算不错 赚钱 好 这是基本面 然后咱们再看他财务数据 看他的净资产 1800 现在股价呢 是1873 也是和我的BP几乎等于1的原则 没有好 然后他的分红一股分51 然后他的年收益率是百分之 就是说咱们拿这个股票 如果说咱们没抛备套的话 咱们相当于年利率2.84% 还算可以 而且呢 它是大盘股 所以呢 这个租赁行业 我觉得也是今后一个发展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好多的人呢 比如说这汽车 他不想这个买汽车 但是还老想出去玩 怎么办 租车呗 这就相当于是租车呀 当然也不敢租车了 什么都租 是个租赁行业 他算是金融业吧 同时他还做贷款 做融资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也是我考虑的 我觉得在2020年之前 因为2020年不是东京奥运会吗 之前是不会大跌的股票 除非有黑天鹅 好 咱们再往下 第三个是日产自动车 日产汽车呀 其实日本的股票不光日产 还有这个丰田本田那两个田 但是那两田的股价很高 丰田是6000多 然后本田是3500多 都比较高 这个日产呢 1173 算是比较低 而且它的分红比较高 咱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它净资产1065 现在1173 也是1.1左右 然后它的分红非常高 大家请看 17年3月呢 每股分48 它的年利率 如果是就相当于说咱们存银行嘛 年年利率是4.46% 和咱们人民币存款利率应该是差不多 咱们现在是三四左右吧 就是说咱们买这个股票 若它不涨不跌的话 咱们和银行存款是差不多的 如果它在涨的话 那咱们赚钱 如果跌的话咱再买呗 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日产的话 日产现在在日本的销售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前天看一下它的财报 在这个中国的销售好像是屡创新高 去年又是提前完成这个销售额的任务 好像咱们国内比较喜欢日产啊 不过我在车这个大街上也没看过什么日产车啊 我感觉还是这个德国系车比较多啊 好 这是我选的第三只股票 第四只 这个叫做阿斯特拉斯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药商 卖药的 生产药的 为什么我买它呢 这个股票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金资产 这个金资产比较高啊 不是这个金资产 不是金资产比较高 是这个BP比较高 它金资产是577 但是它现在已经是1600了 换句话说 它的PB是3点几 那3点几不符合我的这个选股的规范啊 但是为什么我还要选它 因为制药行业啊 首先说它是一个暴力行业 嗯 制药行业在日本的这个股市中 就没有便宜的 像咱选的这个3点几的 这就算便宜的 这就不算贵的了 而且我觉得制药行业因为是一个怎么说呢 暴力行业嘛 所以呢 我觉得咱们国内有概念做的喝酒吃药嘛 一死一样 所以我呢 本着这个思路选了一个日本的制药行业 而且这个股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现在在做这个癌症的研究 我看啊 它在这个地方应该写上 哦 这是这个地方 这是前列腺就男性嘛 前列腺癌的研究 我觉得只要是这个研究癌症药品的这个公司啊 我觉得咱都应该是 不敢说肯定买啊 但是要关注 而且它在这个做这个抗癌剂方面 也是比较有这个投资投入 所以我觉得呢 长期我能观察它 然后呢 我这个长期观察 但是我不会说 像上一期我做这个网格交易的话去交易它 我会分期分批的买它 然后呢 把成本拉低 这是我做这个医药股的一个思路 毕竟它比较高嘛 你在高处做网格的话 肯定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感觉我是稳定的少量资金的投入 然后呢 观察它 这是我的这个 对于这只医药股的思路 好 咱们再往下啊 第四 有朋友可能知道 咱们在国内应该应以前有它的这个网站 现在好像搞得不好 黄了 乐天 咱们国内同样晚上叫做乐库天 好像是啊 它是这个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淘宝网 就是说它提供一个这个电子商务 电子商店的平台 然后呢 好多的这个个人店铺也好 企业店铺也好 在上面开个店 然后销售 然后它呢 收佣金 和淘宝呢 是一个思路 非常的像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阿里巴巴淘宝非常赚钱嘛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同样类型的金融模式 同样的公司 没有不赚钱的理由 所以我呢 把这个股票也作为我的这个股票池当中的一股 而且呢 我还是重点的投入 重点的关注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财务状况 大家请看 这个也是非常高嘛 它的阿里巴巴肯定也高 淘宝肯定也高 这没有办法啊 它竞资产是435 现在呢 是1200 相当于是BP3点几 但是像这种非常赚钱的公司 呃 没有办法 那咱们就投入 而且呢 它现在在这个互联网金融方面 也是很有发展 很有想法 它还有自己的信用卡机制 有自己的银行 有自己的这个生命保险 还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和这个阿里巴巴真有点像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店的商务平台的同时 还要做互联网金融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票也是我今后投资的一个方向 这是乐天 接下来8848 8848 咱们听了耳熟啊 Lio Palace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不动产 房屋租赁 日本的不动产不像中国这么暴利啊 呃 应该说是达到了成熟期 中国现在真的是有点太暴利 这个咱没法说 这个不动产啊 为什么我买不动产 我觉得因为在这个东京奥运会2020年之前 不动产业 或者叫做不动产租赁业 它主要是租赁嘛 呃 比较有前途 因为游客会不断的增多嘛 然后随着这个日本内部的宣传 因为咱们就要做这个奥运板块嘛 这个应该也算奥运板块之一 它可以建房 可以租赁 可以销售 这是它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觉得不动产业 或者说不动产租赁业 在奥运会之前不会走太大的下坡路 不像中国 中国不一样 中国有天这个不动产的泡沫一崩塌 那可能减少一半 房价跌一半可能都是轻的 估计得跌三分之二 我是大概这么认为啊 但是经济如果不破的话 可能不动产会稳步下降 软着陆 现在说不好 我对中国的不动产市场 嗯 没有什么发言权 我我前两年在国内买过一个房 不过也卖了 卖完之后就不再关注中国的不动产了 反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不动产还相对比较稳定吧 稳中有升 我们当时是奥运前 我在日本这边买的房 然后奥运会深奥成功那天 我们好像当天就涨了百分之一二房价 所以不会像中国08奥运会那阵暴涨 相对比较稳定 相对比较成熟吧 这是大概日本不动产业的一个现状 好 咱们再讲一下 这是我最后股票池 最后代选的股票 原油 原油啊 原油咱们看它历史的记录啊 我看这个股票能看吗 哦 能看 大家请看 国际原油最高的时候达到100美元以上 然后呢 日本这边是1160 相当于是国际原油价格110左右 然后它最低呢 261 也就是去年跌得很厉害嘛 去年好像每桶跌到了26美元一桶 目前呢 好像这个原油 因为这个前两天我看达成了这欧派克达成了减产协议 所以说呢 原油是稳中有升的趋势 那么原油为作为这个今后我投资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现在我也有所持仓 好 大概呢 我关注就是这么七只股票 然后今后的操作 如果不出其他意外 不出什么黑天鹅的话 比如说哪个公司做假账 如果没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话 我估计是围绕这七只股票进行操作 好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持仓 大家请看 是这样 我在做交易时候呢 都会做这么一个EXR表 这个表里呢 我会标识出我现在的持仓情况 建仓成本 以及我今后的买卖计划 都会在这里面呢 有所反应 咱们大家看一下 首先说我有一个日产 日产现在我买 因为网格交易嘛 对不对 我买了1200股 然后呢 卖出900股 单价是1199 咱出100的话 相当于人民币12块钱一股吧 这么说好理解啊 然后呢 我买入这个1200股 其中我准备抛300股 每股的价格分别是1215 1215 1235 这不就是网格交易嘛 我这个网格设成每10日元一个网格 换句话说 如果它的股价涨到1215时候 我抛100 涨到1225我再抛100 然后涨到1235我再抛100 再涨抛5抛 另说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122嘛 我抛300股之后 我还剩900股 我买多的900股 和我买空900股进行了对冲 那今后我再抛不抛 怎么抛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那咱们再说这个卖啊 1199 我卖了900股 在1185的时候 我赎回100 在175的时候 我再赎回100 再往下 是我要赎回其他700股的建仓的价格 现在大家请看 我有灰色的标记 还有这个黑色标记和灰色标记 黑色标记是说这笔交易我已经成交 灰色交易是说我预定要成交 或不是预定成交 就说我已经下单的股票 我已经在这下完单了 但是还没有成交 成交的股票呢 我会以这个黑色的方式表出来 就说这个比赛已经成交了 今后呢 我就不考虑了 这就不在我的食堂范围之内呢 灰色的说咱们还没成交 正在下单中 然后说日产 其他的这几个股票也都是一样 野村原油 包括乐天 咱们看日产吧 日产现在我当时买的是1199 前两天跌破了175 上周五应该是涨回来 咱们看一下 这173 大家请看 我在1199 大概这个地方吧 我建的仓 这个地方我是买入1200 抛出900 换句话说 如果它再上涨的时候 我就买卖全抛 达到一个平衡 我起码能赚300股的钱 如果它下跌的时候 那我1200在这待着不动 我呢 往下每10格 我画一个这个网格的话 它将跌到1100左右的时候 我看是1100吗 刚才我这个位置 1105 这算1100吧 跌到1100的时候 我将抛出这900股 全部抛出 大概赚4500左右 4500日元 4500左右 不对 不是45000左右 说错了 45000 和人民币和人民币300块钱吧 差不多这样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日产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同时再在这个位置上 我再建一个网格的区域 换句话说 我在这个位置 我还会再买1200 再抛900 也许我再买2000 再抛1500 这都可能 这个要到当时的情况 包括当时这个股票的基本面 根据当时的情况 我再定 目前是按照这个持仓的效果来做 换句话说 现在这条线就是我今后一两周 我觉得一两周内 如果是下跌去的话 应该能到 到了之后 我再考虑其他 如果它是往上走的话 那没关系 因为咱们不做行情预测 如果往上走的话 估计到 我看看 估计到1240左右 1235 1240左右 大概到这个位置 我会抛出手里所有的股票 同时在这个位置上 我再建一个网格 这样如果股票上涨的话 咱们买入的股票赚钱 下跌的话 咱们抛出的股票赚钱 大概是这个思路 然后其他的这几个 也都是同样的做法 没有问题 这个阿迪卡 我没有做网格 我认为这个石墨西板块是一个比较有发展的板块 我准备是按部就班的 越跌越买的方式买 但是我又不会说是啥买 咱们看一下 石墨西是这个地方 它现在应该是 因为我是年限嘛 应该是过去一年中的高位了 它再涨 那没办法 那我就等着吧 如果它下跌 下跌的话 应该是跌到 我记得上一个视频 我跟大家说过 跌到 第一是MAC的背离 第二是这个底下的绿柱 缩短的时候再买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不买 这一天的时候我要买 就是这根阳线的时候我要买 买完之后可能会迎接一个上涨的趋势 目前我已经买入 在这根阳线的位置买入 买入的价格是 我看一下 1597 大概这个位置 我做的买入 那么今后 如果它上涨的话 如果是看MACD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上涨趋势 如果上涨的话 我根据情况抛出 然后呢 根据情况再建网格 这是大概我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看看其他的股票 我还有这个LeoPalace LeoPalace现在我还没有建这个 房屋租赁不动产嘛 我还没有建这个买卖单 因为这是上周刚买的 现在我还没有想好这个网格建多大一个 比如说建十日元一个 十日元相当于是一毛钱 比如说咱就相当于是咱们五块钱 我看这多少钱 六七八 相当于咱们是六块七 现在是咱们国内股票六块七的一个股票 咱们六块八卖一股 六块九卖一股 七块卖一股 七块一卖一股 就这感觉 我在想现在是一毛钱建一个格 或者说是十日元建一个格 还是十五 我现在正在考虑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嘛 今天上升趋势的话 我就想这个网格不行啊 咱们画的大一点 就不实了 弄成十五 有可能我现在再考虑 等我考虑好之后呢 我把单子建上之后呢 再给大家报告 好 我呢 目前选的股票呢 就是这么几只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持仓 大家请稍等 保有证券 这是我现在持仓 这个保有数一千八 一千一 一千二和我刚才的这个excel都是对得上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今年我要做这个系统准备投入的资金 咱们大家请看一下 我现在呢 是做两笔交易 一个是现物 是什么叫现物啊 就是说股票嘛 我就真正持股 还有一个叫做信用 这信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是租的股票 这个股票其实不是我的 我是租人家的股票 然后我把它卖出去 卖空嘛 然后这个现物呢 是我买入股票 买入股票 我用这个石盘买 我呢 并不用这个配资 不用这个信用的交易做 所以说呢 咱们大家看我这个信用的 这是货真价值的嘛 我就是持有这么多 这个股票现在的总价值是508万 508万的话 和人民币多少钱 我算上了 呃 五百零 咱算完吧 我这边是508万日元 然后这边呢 是我现在买卖余力 就说我还有多少钱 能够去继续买 这个大概是100010万 换句话说 我大概现在投入的资金是1500万日元 1500万日元 现在和汇率的话 按16算可以吧 大概和人民币呢 93万不到100万 大概是这么一个资金的投入 然后因为是这样 网格交易的话呀 你如果用太少的资金操作的话呀 如果走下跌单边的话呀 没有资金是拖不住的 这个网就要被这个价格冲破 所以我呢 相对准备多一点的资金 然后咱们小心操作 希望咱们今年这一年当中 股价不要冲破咱们给它设下的这个渔网就好 好吧 那么股票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 因为今天呢 是日本的成人之日 所以呢 并没有开盘 咱们国内股票是开盘了 日本呢 应该是等到明天再开盘 然后呢 我就用我设定的这个价格 这个订单 去看明天的交易的成果 因为我明天需要上班嘛 因为明天也是上班日嘛 我可能晚上才能做视频 和大家报告一下 我这个网格交易系统的实际的成果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那好吧 那么咱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希望咱们明天 我这个系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咱们好运哦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